大家好,我是Mary 今天很高兴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这款专为北美厨房研发的 HOTOB系列新款年级JQG7501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这款产品本身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好安装 消费者进到我们门店以后 经常关心的一个话题是 你们油间机尺寸怎么样 可能他们家要换新或者他们家要新装修 所以他对尺寸非常的关心 这款油烟机它的整体的宽度是30寸 严格来说是29.25寸 所以它其实非常适合北美的标准橱柜的宽度 而且它左边、右边、背后 包括顶部的设计全部都是成品的 所以它可以跟橱柜很好的契合 如果消费者的顶部没有橱柜 我们为他准备了这款装饰罩可以用 如果有橱柜安装好以后有一定的差距 我们有两种尺寸的装饰板可以选 所以说它完全不需要担心 安装或者是更换有任何的问题 这个是这款GQG7501的第一个特点 好安装 接下来是我们介绍第二个特点 好效果 既然你尺寸都合适 那么你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打开油烟机我们会发现自动隔烟屏 呈90度 很像跑车天窗一般徐徐开启 其实呢,这款进锡是最大的特点 之一就是这款自动隔烟屏 我们知道北美呢,大家都喜欢用四五眼灶 或者是倒烤一体机 Free standing 所以它整体的橱柜呢,比较深 所以有一些烟机呢,它在设计的过程当中 为了能够容住我们烹饪的一个区域 它会把油烟机的深度做深 但是呢,这就使得我们经常有一个碰头的困扰 所以油烟机在实际安装过程能会往高处装 一旦往高处装以后呢,我们有油烟产生 还来不及被吸走,就立马就扩散到房间的所有的角落去了 消费者有跟我们分享说,我在家里连煎鸡蛋都不改 因为那个味道实在太大了 油烟机虽然进锡式的装在那里 但是一点效果都没有 有了进锡式呢,你就完全没有这个困扰 因为首先它在安装上呢 就非常的贴近我们的橱柜的一个台面 然后自动隔烟品打开以后呢 其实它无形当中就加深了这个油烟机的深度 它有一个非常大范围的全区域的冷烟面积 有6平方英尺 这样呢,不管你是使用freestanding或者是造烤液体机 不管你是使用外部的炉头还是内部的炉头 油烟都不会讨厌 一方面呢,隔烟品会挡住油烟的扩散 往外扩散,它会挡住 然后第二个呢,它会引导油烟 把油烟导入油烟机的内部 迅速的就被吸材出去 而且我个人非常喜欢它的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它可以防止油烟往外跑触碰到人的皮肤 这样呢,你就不会吸入油烟对你的健康带来影响 这个呢,是好效果的第一个特点 就是全自动隔烟瓶 不用担心油烟逃逸 也不用担心脸上油腻腻 我们介绍它的第二个特点 那就是,当隔烟瓶打开以后呢 我们会发现一条将近三十寸宽的禁烟口 那这条禁烟口呢,它从左到右吸力是均匀覆盖 完全没有任何的死角 所以不管你是用左边的炉头 还是用右边的炉头喷热 你都不用担心油烟会从两边扩散出去 好,那么当油烟吸入到油烟机内部的时候 我们又有什么技术来使油烟快速排出室外呢? 方态呢,独特也发了一款双镜零星风机 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 有两个风机在油烟机的内部 它非常的靠近台面 也非常的靠近油烟的发生源 所以油烟一旦发生呢 那个双镜风机动力非常强劲 它可以快速的就把油烟拉入到油烟机的内部 然后强劲的排出室外 秒吸油烟完全不用担心有任何的扩散 这个呢,是跟大家分享的 油烟机的第二个总体的卖点就是好效果 那在终端在门店 我们可以利用这一台蒸汽锅 来为消费者演示我们的好效果 首先我把蒸汽锅打开 有大量的蒸汽产生 就好像在家里我们的油下去 锅一下子产生大量油烟一样 这个时候呢,我把油烟机打开 请注意观察 蒸汽锅硬素的被吸入到油烟机的内部 完全没有任何的扩散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效果 向消费者演示我们的第二个特别的好效果 不用担心四面八方不跑烟 那接下去呢,我们分享它的第三个特点 第三个卖点也就是好清洁 因为很多家里妇女啊 你尺寸也合适 你效果也好 但是我用完了之后 我得擦洗啊 你这个清洁到底怎么样呢 好,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个道具物料 也就是这一张静电贴 贴在油烟机的表面 上面有写好清洁 让油烟机清爽不油腻 它是整块的纯屏玻璃面板设计 所以烹饪结束以后呢 你只需要用柔软抹布擦拭即可 那有些消费者说 你这边是触屏 我擦着擦着 会不会油烟机突然的开起来 所以呢,我们设计了一个按钮锁屏键 轻触两秒以后呢 整个屏幕就会被锁住 你想怎么擦就怎么擦 同时呢,在打开这个油烟机的时候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 我们呢,在油烟机的内部 有一条长条形的油网 这个油网呢 是方胎最独特 最贴心的设计之一 也就是说 它可以被很容易拆下来 然后折叠 放入洗碗机内部清洁即可 所以说,它从很大程度上 借放满家庭妇女的双手 那另外一个很贴心的设计呢 就是长条形的油杯设计 它的容量非常的大 所以呢,一般家里如果一日三餐在做的话 其实可能一个多月到一次清洁一次也就够了 更大的一个油杯的容纳空间 更低的一个清洁频率 有消费者就说 诶,那我在其他的市场 或者我在其他的门店看到说 有一些品牌的油烟机是可以很清洁的 那你们这款油烟机表面或者油网或者油杯都很好清洁 那内部到底怎么清洁呢 我们其实内枪的设计是45度角的 它可以非常快速的就把甩膝分离的油烟 由你倒到我们的油杯底部 而且呢,所有的内枪 所有的油网 所有的,包括我们内部的液轮 它全部都是不沾油设计 所以呢,我们是 其实不太鼓励消费者去 自己拆油烟机 因为里面都是不沾油设计 你完全不用担心 它用个35年 56年 78年 只要你维养得好 一轮它一样可以强劲的 就是工作 完全不会影响它的吸油烟效果 好,接着呢,是跟大家分享的三个 我们这款油烟机最大的特点 好安装 好效果 跟好清洁 那接下去呢 我跟各位来分享一下 消费者经常会问到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你们的油烟机价格有点贵 其实呢,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买油烟机呢 不是我买一张桌子 一张椅子 它是一个家用电器 它可能要陪伴我们很久 8年、10年 甚至15年、20年 有一些方态的忠诚用户 方态的第一代吸油烟机 20年来它到现在还在使用 所以说,我们买一个东西 其实不应该只看它的价格 而要看它的长远的价值 那不用说了 方态圆机 运用非常好的一个吸油烟效果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刚才我们谈到的液轮 它其实是在消费者看不到的内部 很多其他品牌的液轮呢 它的材质是塑料的 做得非常的小 材质是塑料的 那么呢,在使用过程当中 它就会沾上油污 我们都知道 其实油烟机之所以能够吸油烟 它就是通过液轮的旋转 来产生一个负压来吸油烟的 所以液轮它需要一个非常精确的动平衡 这就是为什么方态油烟机的液轮 是不粘油设计的 因为如果你液轮粘了油呢 液轮它在运动过程当中 它可能会倾斜 因为它粘了油 同时给带动液轮转动的这个马达 带来一定的负担 会磨损马达 那么时间久了以后呢 你可能会听到说 使用塑料液轮的那个油烟机 它发出一些嗡嗡嗡的噪音 同时呢,吸油烟效果是大不如从前 那一般情况下 那种烟机呢 它可能两三年就需要更换一次 我们来算一下 两三年更换一次 吸油烟效果又不是非常的好 但是如果你用方态呢 吸油烟效果非常好 而且呢 你如果维亚的 那它可以用八年十年甚至更久 所以我们就是要跟消费者分享说 其实价值是你最应该关注的 而不是价格 那我们再来分享第二点 跟其他的品牌的一些区别 比如说消费者说其他品牌 其他品牌可以自清洁 你们这为什么不能够自清洁呢 其实如果说去Google上搜索一下的话 大家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信息 就是没有一台油烟机是可以做到真正自清洁的 如果消费者对那些自清洁的油烟机很感兴趣 那么我们鼓励他先做一个调研 就是你去问问看谁家买了这个自清洁 两三年以后还在非常好的使用 还在推荐这个产品的你去问问看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客户他用了两三年以后 吸油烟效果还是非常好 并且推荐你买的话那他去买吧 所以说呢我们说自清洁它其实是达不到那个效果的 而且我们刚才也分享就是说 我们是不鼓励消费者去拆啊 包括去洗内部的 自清洁的油烟机呢 你甚至可以拆到液轮那个装备 所以它就会影响内部的一个动平衡 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跟其他的一些 品牌的油烟机比较不同的地方 他用了很好的材质 他用了很好的技术 来确保说他可以被长久的使用 这个是我们分享的第二点 其实分享的第三点呢也是很显而易见的一点 就是创新性 其他的品牌你去看我们台湾的 或者是一些大陆过去的一些大陆的一些品牌 他们其实这样子的造型 这样子的技术在二三十年前就已经被淘汰了 这个也是Google上可以搜索出来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定的经济能力 我们也非常关心效果 关心健康关心我们的烹饪体验 所以为什么不买更好的产品 来让你的整个厨房生活更加的清新环保有品味 以上呢就是要跟周伟一起分享 关于这款新品JQG7501的信息 包括好安装好效果以及好清洁三个特点 我们也分享如何利用蒸汽锅来向消费者 演示这一款产品的好效果 希望大家可以卖得更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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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